欢迎收看无色觉醒 我们追求过好日子 谁与针锋 我是王峰 各位观众朋友 我今天想讲一个题目啊 就是特朗普之乱 给美国人民 及世界人民的沉痛教训 因为美国刚大选结束不久 那特朗普到底 在这四年当中到底哪些问题 发生了哪些问题 我认为第一个就是说 特朗普利用民粹 川普利用民粹 还有这种种族歧视 种族仇恨 他就是利用这个东西上台的 早在他四年以前 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 他就高唱种族歧视 种族仇恨 那当然最明显的一个例子 就是他声称 要在美国跟墨西哥的边界 逐一条高高的围墙 来围堵日益 增加的境外非法移民 那尽管管制非法移民 是一个主权国家彰显他的主权 彰显他的公权力的主要的表现 但是川普呢 却把他无限上纲 将非法移民的管制 防范非法移民的方法 可以说是上纲上线 变成一种种族主义 或者是排外仇恨 这一种偏见 跟美国历来 所鼓吹跟营造的所谓 民族大龙奴 是刚好呈现一个非常尖锐的 矛盾的 同时也是形成一个非常鲜明的反讽 那由于啊这个川普毫不掩饰的 他的毫不掩饰他的种族偏见 无形当中 他也鼓动了美国社会 那种种族仇恨 那种心态跟氛围 所以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案例 就是美国白人警察 杀死非洲裔弗洛伊德的这个事情 演发成全美范围的暴乱 还有城市的暴动 可是呢我们看到这一位 号称全民的总统川普先生 他始终没有丝毫的欠揪跟悔意 他也从来没有说为了这个事情 造成美国社会的骚乱 甚至于死伤 他也没有道歉 所以川普他的种族偏见 是非常严重的 也是他败选的一个 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重要重要的一个原因 2016年他在当选美国总统之前 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突兀 非常离谱的行径啊 就已经是屡见不鲜了 比如说2016年选前 他就攻劫欧巴马 攻劫上任的总统 民主党的总统欧巴马 说他 是生于非洲 而不是生于夏威夷 就是跟欧巴马的讲法不一样 所以呢川普是质疑欧巴马 根本没有资格担任美国的总统 在2015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川普 当然他还不是美国总统 他就无止说啊 美墨边境的那些 走私的 走私过来的一些非法移民 这一墨西哥人他更主张啊 所有的穆斯林都禁止进入美国的国境之内 上任之后 他更在几次的关门会议当中 迷目张胆的跟所有在场的人说那些来自于海地啊海地这个国家的移民 他们这些人都有艾滋病 大家想想看是这样子吗 他根本不是嘛 他还说包括海地还有萨尔瓦多还有那些非洲国家的人都是粪坑国家 这些国家都是粪坑国家 那非洲人一旦拿到美国的移民签证的时候 他们就不会再回到他们的茅草屋国家里面去了 所以早在佛洛伊德事件发生之前三年也就是2017年8月的时候 美国维基尼亚州发生过一次 非常不幸的事情 就是一些反种族主义者 反种族歧视的人举行了一次游行示威抗议 可是没有想到就在那一次抗议事件的时候 有一个种族主义者就开着车标非常高的速度 把游行当中的人撞死撞伤 造成一死死酒伤的一个惨剧 可是呢川普总统不但没有严厉的谴责暴力 甚至于根本轻描淡写 好像没这回事一样 其实川普的父子啊 他们都有非常明显的 种族歧视的这个倾向 早在他们父子同时都还是房地产开发商的时候啊 在1973年美国的司法部就曾经对他们两父子 做了一次起诉 认为川普父子啊 这个涉及啊 对于出租房屋的一些非洲裔的黑人客户 采取一种歧视的手段 但是后来呢 这个川普的父子啊大概有办法啊 这个有钱能够能使鬼推磨 所以呢美国的司法部并没有 让他们啊这个判判他们的罪 那后来他们也父子良也没有认罪 所以这个案子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啊 对有色人种可以说是歧视有加 可是呢对于犹太人 他却另外一种视力眼的一种方式 他说这个川普说啊 这个犹太人他们有钱他们非常好啊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民族 这个就是川普他的视力眼的一个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真后 另外就是说因为这些零零种种种族歧视种族仇恨的这样的一个现象 所以让纽约时报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纽约时报在2019年的7月他就啊说啊这个川普的一些种族歧视 种族偏见的一些状态已经超越 已经接近要超越底线了 已经要直逼道德红线了 甚至于指责川普根本就是在玩火 纽约时报在批评川普的言行的时候 他说啊这是美国历来总统当中见所未见的 我们晓得美国有一位非常重要的总统 那美国人认为他非常伟大 我说他是一个非常重大重要的总统 美国总统林肯他有一句名言 他说啊分裂的家庭不能够持久 一床裂开的房子是站不住的 林肯他还说我相信我们这个政府不能永远像这样保持半奴隶 半自由的状态 所以我们说美国之所以富强 是因为有类似像林肯这样主张 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看法 就是主张解放黑奴尊重少数族裔 有这样的一个总统 有这些总统 那从川普当政的过去的四年 我们可以得到一种证实 本来美国的综合国力正在快速的崩跌 更因为川普啊他这种分化种族 破坏内部团结使得原本脆弱为妙的美国国内种族危机 还有社会危机啊可以说是提早摊牌 未来不管是谁主政 美国恐怕要花更多的时间要弥平伤口弥平伤痛 更不要说川普给全球各国包括中国带来的一些负面冲击 不可讳言啊 这个川普他是非常恐惧焦虑 恐惧焦虑中国会快速的超越美国 但是他的恐惧焦虑恰恰加速了中国赶超美国的进程跟速度 所以川普之乱啊 只是中国崛起的道路上 中国和平崛起的道路上 一个小小的插曲 但是川普之乱却给美国人民上了一个非常一课非常沉痛的教训 一堂非常沉痛的课 随以针锋我是王峰我在无色觉醒